前几天维德跟蔡旭坤在一个饭桌吃饭 如果蔡旭坤现场给维德表演一个吉尼泰美 维德是否会给他打分超过9分呢 维德跟蔡旭坤还在一个饭桌吃饭呢 不得不讲这蔡老师现在是 正在篮球领域之内越来越受尊重了 这些东西一方面呢 可能说背后啊 有一些什么 MCNN机构啊 或者说经济公司啊 从中戳合 再有一方面呢 蔡旭坤现在在篮球球迷群体当中啊 就感觉他的形象越来越积极了 因为时间真说进行了一定沉淀之后 你会发现蔡旭坤对于篮球传播的正向的巨大意 什么呢 很多以往那会儿文艺青年 什么是文艺青年呢 就是他本身不怎么太愿意参与这种篮球啊 五八超那种 灰潮汗水啊 这个四脖子汗流啊 在场上那种这个过于洋港的球场形象 他可能说很多文艺青少年呢 就感觉这种形象不是自己人生追求 但一看蔡旭坤呢 作为一个艺术先锋 作为一个在创作领域 卓有才华 而且这个既能演电影 也能唱歌 还能编舞 还能作曲 还能写歌 多方面的全能人才 他的引导之家 他也这么喜欢篮球啊 他当篮球大使了 而且还创作了一段 取材于自己以往的一些舞蹈内容啊 编转出来的一个新的 专为篮球而创作的这么一段舞蹈 极其流行 所以很多的文艺青年呢 也开始喜欢篮球了 现在维德都感受到了 你在国内现在这个篮球 没有想到的年轻一旦 这个甭管是哪种外形 什么性格的小男孩 都愿意打球 女孩甚至也是 受蔡徐坤的引导 也加入了篮球的大家庭 因此维德这是 以NBA呢 前巨型的审费 去接洽蔡徐坤 就是是一种 对于蔡徐坤呢 对篮球贡献的一种认可 维德呀 就感觉挺好 你有这种年轻人的话 何愁未来篮球 不这个成了原之势呢 何愁篮球 没有后续的接班人呢 维德表示很欣慰 所以就是跟蔡徐坤呢 有了一次公开的会晤 如果蔡徐坤 当时要表演一个基尼泰美 维德会不会给他打九分啊 基尼泰美 他这个也属于什么呢 旋律挺优美动听的 而且这个基尼泰美 他这个节奏是偏快的 你记住黑人呢 他欣赏什么呢 不欣赏那种慢悠悠的 迷迷之音 他欣赏那种呢 一经理乍行的 你看那说唱 碰着四伯大流 一种就喊 很尖叫有时候 而且这个节奏呢 非常紧张 基尼泰美恰恰就是 这种类型的歌曲 为什么蔡徐坤老师 当时选择的是基尼泰美呢 这东西就是一人而异了 要不能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懂得受众爱听什么 维德是黑人 我唱基尼泰美 旋律高亢 维德当时立马 十分 两张十分 当时维德呀 感觉更得劲了 就不光你对篮球有贡献 你也值得我终身 当为一个自酒 因为你了解我呀 是不是 在酒楼上主动献议 这点挺难得 维德当时也表示 不许此行 这对方此的 既有三尘海味 同时呢 旋律又动挺 基尼泰美 确实有点那种 说唱风格 挺高亢的 挺先锋的 就这个作品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